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28集 在安庆考了两天试 夏小兰的一日三餐都是在黄嫂店里解决的 有了她带动或者说是几个女生的口碑宣传 黄嫂一间门面摆的长条桌一到饭点竟全部做满 店里都是快餐 按说客人都吃得挺快 可生意一好起来仍然需要等翻台 黄嫂笑得嘴都合不拢 店里坐不下就在店门口加了几张桌子 顺着街言摆 现在的街上罕见四个轮子的车 交通全靠两条腿和两个轮子的自行车 黄嫂这也不妨碍交通 大街有十米宽 更不会有城管整天来碾人 现在城管都还没组建呢 不过黄嫂做的是餐饮 能协制她的部门不少 夏小兰还是善意提醒她注意各方关系 谨防竞争对手恶意举报捣乱 黄嫂深意为然 你说的对 她能抢张继的生意 张继那边肯定不高兴 黄嫂得小心提防 夏小兰把水搅浑 又结束了期末考试 心满意足地离开 过几天还要回安庆一趟 领成绩单 给张翠找点事操心 免得这个戏精总来烦她 夏小兰回商都 也没休息时间 家人体谅她是考生 可她不能只把自己 当成是考生啊 除了考试 就什么也不用干 店面从开始装修 也有二十天了 刘永盯得很紧 现在装修已经出尽效果 再有十天肯定能装完 现在是一月十四号 八四年的春节是二月二号 再有十天能装修完 不过才一月二十四号左右 那蓝凤凰还能赶上春节前开业 最近都是李凤梅摆摊 这批货要卖得慢一些 但夏小兰现在能帮忙 怎么着到二十号 也能卖出去绝大部分 那她就在二十号以后 再去扬城进货 周成说让康伟一起去 夏小兰就琢磨着 过两天给康伟联系下 确定好时间 两人是在扬城会合 还是她在商都等康伟一起出发 想到要开业 夏小兰就挺高兴 哎呀 我得催催营业执照的事了 营业执照的事 夏小兰没有亲自跑 她托付给了胡永才 反正她和胡永才打交道惯了 她出钱 胡永才出力 手里还剩着不少彩碟 还算是硬通货 哪知道提到营业执照 刘勇的脸色很不好 夏小兰马上明白 有问题 舅舅 有啥事你得告诉我呀 刘勇搓了搓手 你从阳城回来不是病了吗 紧跟着要期末考试 我就没和你说 胡永才那边说 咱们的营业执照被卡住了 可能是朱家人干的 朱家 夏小兰皱眉 申请营业执照 她都没出面 朱家又怎么知道 蓝凤凰是她的店 丁爱珍开始也不知道 她虽然在国民厂里 瞧见夏小兰的背影挺熟 一时真没联系起来 袁洪刚也随口一说 是租二七路四十五号门面的个体户 丁爱珍的关注点都在 四十五号门面楼上能住人的房间 为了争这些住房 厂子里各方人马是大大出手 袁洪刚这个有资格做主的人 整天被人围堵着 丁爱珍也算虎口夺食 硬生生拿到两个指标 她要是不能给别人好处 别人凭啥要和丁主任站在一起呀 丁爱珍手里的两个指标 自然能换来不少好处 让她在单位展开工作时更顺畅 不 丁主任一向都是顺畅的 除了在夏小兰身上受过气 她简直是人生赢家 朱放回家时 穿了一件新大衣 丁爱珍摸摸料子 听说只花了一百元 还夸朱放会买东西 哎哟 我儿子穿着就是好看 母子间吵归吵 丁爱珍那会儿一直和宝贝儿子生气 海军兰的羊毛大衣穿在朱放身上 的确效果好 她皮肤白个子高 能衬着颜色呢 听说还有黑色 丁爱珍就琢磨着给朱放她爸也搞上一件 朱放说随便买的 丁爱珍还挺遗憾 可朱放朋友的新媳妇小琴 就在国眠三场上班 丁爱珍还是小琴结婚的媒人 偶然在场子里说起来 小琴就说自己买了两件大衣 那一件海军来 一件黑色 我还是看您家朱放穿着好看才去买的 卖衣服的女孩可漂亮 眼光也挺好 小琴不过是闲聊 丁爱珍听到卖衣服的漂亮女孩子 全身雷达都打开了 小琴说 她大衣买成138元 朱放穿回家的那件 只要100元 谁能给朱放便宜30多块 夏小兰 这名字 一下子就跳到了丁爱珍脑子里 她上次瞧见夏小兰 可不就是在大街上摆摊卖衣服吗 好啊 说是对她儿子不感兴趣 上次还和别的男人初双入队 那又给朱放夏尔干嘛 丁爱珍的脑子里 男女间就不能有纯洁的友谊 这样想其实也没错 国家单位干了一辈子 丁主任可没有生意人的圆滑 夏小兰做事喜欢留一线 只要不涉及底线 夏小兰都不会撕破脸 而且特别记恩情 别人帮过她一分 有机会她会成倍地回报 这种行事方法既有职场的圆滑 还带着几分江湖气 夏小兰上辈子不能靠脸走捷径 最后能把许多客户发展成朋友 成为她独有的人脉 与她快意恩仇的江湖气 脱不了关系 反正呢 丁爱珍仔细一问小琴 基本上能确定 朱放的大衣是在夏小兰那里买的 小琴说 夏小兰卖的大衣供不应求 听说还要开实体店面 丁爱珍扶植心灵 那天从袁洪刚办公室里出来三个人 是来签二七路四十五号租房合同的 那个让她熟悉的背影 现在想来不就是夏小兰吗 除了那狐狸精 还有谁走路是那样妖里妖气 丁爱珍在小琴面前没有露出端倪 她跑去套袁洪刚的话 二七路四十五号那三间门店 的确是有人租来开服装店 丁爱珍冷笑 回去就把事情对朱放他爸讲 哼 小一只脚踩两只船 还是被别人甩了 要回来缠着你儿子 我要不收拾他 我不姓丁 朱妇不以为然 最近也没啥动静 她找的对象看起来也就那样 你要是不喜欢他 随便卡一卡他就行了 个体户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 朱妇说随便卡一卡 蓝凤凰的营业执照 就愣是办不下来 人家一看申办营业执照的地址 是二七路四十五号 直接就说办不了 不合格 哪里不合格呢 卫生还是别的不合格 胡用才托人情去问 搞了好久才隐约明白 这是得罪人了 针对的就是二七路四十五号